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二章 总数起题 part 2的部分了 求一百五十到三百之间 同时能够被三跟五整出 你这一边其实同时能够被三跟五整出 就可以被十五整出 换句话 其实是什么 他就是十五的位数 对吧 十五的位数 所以这边其实很简单 他其实就是十五的位数的话 他就是那个等差数列为十五 也就是说我可以被十五整出 一百五十 问题来了 一百五十到三百之间 包括一百五十 因为刚好一百五十可以被 可以被十五整出 三百也是可以被十五整出 所以包括一百五十跟三百 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问的问题 这个之间 理论上来讲 之间就没有包含一百五跟三百 我如果照字面来看的话 我先当作是不包含 我先当作不好含 因为理论上来讲应该是 不要包含一百五十 再加十五 你就会得到一百六十五 所以换句话我的A是一百六十五 过后我的D是多少 我就要加十五了 对不对 十五的位数 十五的位数 过后他的AN 就不能包含三百 我就要三百减去十五 三百减去十五是二八五 所以我们姑且先这样子来看 到底对不对 如果不对的话 可能我们要再加回这两个 我们对下答案 应该没有错 应该是特地是要这样子来陷害你 因为之间其实是不包含这两个界限的字 OK 所以我们得到这样子之后呢 我们首先要先要带AN的公式来找N 对不对 AN的公式是二八五 我直接带啊 AN等于A 加上N减1 乘上D十五 OK 所以我们直接来按计算局就好了 首先165拉过去减 所以二八五 减去165 OK 减了之后 15再拉过去除 所以再除以15 这个是N减1等于8 减1拉过去又再加1 所以N就会是等于8加19了 所以我直接的跳步了 完全算到N4等于9 所以接下来我们的 就要支合嘛 所以他其实要急速 S9 S9 S9等于多少呢 9除以2 加上A加N 对不对 A加N就比较快了 所以我们有165 加上285 OK 所以我们也是偷懒 我们来按下计算机 165 加上285 加上285 除以2 再乘以9 除以2再乘以9 我们就会得到2025 所以的确 跟我想的一样后面给的答案呢 也是2025 所以的确之间呢 是没有包含 不包含150 还有不包含300 所以这个呢 要注意了 第12题 求100到200之间 能够被2和3整除 也就是能够被6整除了 OK 有时候他特地这样子 诶 诶 stop 这一边 然后看清楚 这个是同时 用和 但是这一边用的是什么呢 能 然后呢 用过 也就是说什么呢 这题好复杂 这题非常复杂 我们要去算能够被2整除的 也就是说我们用 等差数列 以2 以2为等差的那个 加完起来 再把3那个加完起来 但是你就会发现到 6的倍数呢 你就会算两次了 你要6的倍数 你就会算两次了 所以你要把那个6扣完出来 这样get out我意思了 我要先 这一题有点少许 有点复杂 因为他用祸 就是有少许 然后我打个行星 OK 那我再来讲一下 然后我看 怕大家搞不懂 所以第一个数应该是 也不包括100 又不包括100 所以呢 这个2的倍数 他可能用102 另外一个是104 106 108 10 点点点 以此类推了 就算到最后呢 是198 OK 3的倍数的话呢 他就是103 106 对 然后呢 109了 然后呢 12呢 点点点 最后那个数是什么 最后的话 应该是201好像也是198 好像也是198 对对对 这个可以被三成修 你就会发现到呢 这些 这些 你算了两次了 所以你就要扣掉他 有没有 这个是什么呢 这些就是6的倍数 106 112 112好像也是有重复 112也是有重复 然后呢 这个就是198 也是有重复 这些就是6的倍数 这是2的倍数 这是3的倍数 OK 所以我再讲一次 这个的做法是这样子 你算2的倍数 加上3的倍数 再扣掉去6的倍数 OK 好 所以我看看 这个是102 198 然后 49 7 73 99 这个好像是2的倍数的 OK 我不晓得 迪璇有没有做完 应该没有了 这个是2的倍数 所以 你还要做3的倍数 还要做6的倍数 然后呢 再 再 在 2的倍数 加3的倍数 再扣掉6的倍数 所以我来做一遍了 当然我没有办法 像你这样子写到太详细 因为 我们那个版会有限 所以我来看一下 所以2的倍数的话 我写这一栏 OK 3的倍数 我写这一栏 6的倍数 我写这一栏 因为我要分配好 然后呢 2的倍数来讲 它的A是102 它的 它的 D是等于2 然后它的AN是198 它的N是多少呢 我们就可以靠那个公司来算 我用新算的做法 它是198 减去 102 再除以2 再加上1 所以是49 刚才仪选好像也是有算到49 所以这个的SN呢 我们就用49 49 sorry 是这么的 有点扛 49除以2 加上102 乘3102加上198 OK 我们来算一下这一几这段 102 加上198 除以2 乘以49 OK 73 7 7 7 3 9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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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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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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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以再除以3 我再想一下 第98-103 再除以他的等差除以3 03 不是103 sorry 能够被3整除的好像也是102 好像也是102 sorry 这样我搞错了 这个是不能够被3 ok sorry 我们再看一下 198-102 -102 再除以3 再加1 记得要加1 所以这个总共33下 好来 那我们的SN呢 就是SN 我叫好SN 叫好SN 这SN呢就是33 除以2 也是用102加上198 102加198除以2呢 等于150 所以我们直接用3 150乘上33 就得到49 50 最后呢6的倍数的话 这个是102可以被2整除 也可以被3整除 这样这个A 应该也是从102开始 他的D就要是等于6 他的这个AN呢 好像也是198 他的AN也是198 OK 他的N是多少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N 他的N是198-102 再除以6 再除以6 呃 再加1 16加1 17 最后他的SN呢 就会是等于17 除以2 加上也是102 也是102加198 OK 当然他的做法呢 你会看到呢 里面是一样到完 哦 所以这个除以2 等150 150 150 也就是说他真正啊 算的话哦 哎 我等一下我再看啊 17乘150 奖是奖要用2 奖是奖他是这个加这个减这个 但是你会发现到如果他的150的供应数抽出来的话 他其实是49加33再减去17 啊 再减去17 再乘上150 啊 所以他是65乘150 他整个的答案呢是97 啊 你可以用这样子来看 他是49 加上33 减去17 再乘上这个150 啊 所以正确的答案呢 是9750 这个啊 整个概念 很复杂 OK 所以这题啊 非常 有相当的难度啦 啊 有相当的难度 OK 第13题 求50到100之间 不能被5整除的所有整数之和 这边还是要不能啊 也就是说我要把所有的数 那个一个一个的全部加完起来 再扣掉那个能够被5整除的 对吧 应该是这样啊 所以如果你是用R就不对啊 他是加5加5加5啊 他是等等差数列 这一张还是 这一个题目还是属于等差数列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一题啊 我们的做法是这样 你用1的倍数 减去5的倍数 他没有前面那个这么难 但是你要算两个数列 第一个呢 是A等于 A等于51 啊 然后呢 D D是等于1 他的那个 A N是等于99 OK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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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什么 然后算出N 所以你用99 减去51 你就会得到48 48 除以1 再加1 等于49 所以最后呢 你的SN呢 就会等于 49 除以2 乘上51 加上99 OK 51加上99等于150 150除以2等于75 所以49 乘以75 这个就是所有数想加3675 3675 过后5的倍数来讲呢 他的A啊 应该是95 他的D 应该是5 他的AN 应该就会是95 OK 他的N是多少呢 95 减去55 得到40 40 除以5 就会得到8 8加1呢 就会得到9 所以他的SN 就会是9 除以2 加上55 加95 55 加95 还是150 除以2 还是75 所以他是75 5 乘以9 乘以675 乘以675 刚好3675 减去675 这一题的答案呢 我们等于3千 OK 就这样子来做了 第14题等差极数 第1个复数项是第几项 他这一边A是等于20 D是等于后项减前项 3又4分之3 对 -3又4分之3 AN要小于0 很好 20加上N-1 乘上这个-3 412 12加3等于15 对 要小于 为什么小于-20 这刚才不是说小于0吗 为什么突然间就小于-20去了 小于0 然后呢 把20拉过来 就变-20 再把这个拉过去除 因为你除以负值 你就要符号归掉 这一刻就是守护了 我觉得说 因为他要把20拉过来变-20 但是你既然这个20已经写了一边在左边 你就不要 这一边写-20 就是你两个步骤 突然间又混在一起 你会自己错乱 老师会当做是错的 OK 你下一步就对了 因为你拉过来-20呢 才拿这个去除 然后呢符号有对调 很好 so月5的话 你就会得到50-20 这个是得到3 4乘4等于16 16除以5 16除以5再加1 你要再加1 就是加3分之3的意思 就会得到19除以3 19除以3 像等于多少的 6、3、18 对不对 又3分之1 如果要大于6又3分之1 那个整数的话应该是7 对不对 所以就是7小 啊 所以他答案呢就是7 第14题 你已经做到七七八八了 你做到这一行的 再继续做下去就对 啊 已经很很好了啊 只是说你要再有更大信心 再继续做 你差一点不要成功 第15题 三个数为等差数列 它们的核是15 它们的平方核是83 这一题我很有解过吧 对不对 我只要设这三个数分别是A-D 我不要设第一个是A 我设第二个是A 前面那个就A-D 后面这个就是A加D 过后呢 三个加起来 等于多少 三个加起来 等于15吧 这位加D-D又刚好越减 3A等于15 A就会是等于5了 好我就已经知道中下 中间那一项是5了 我知道中间那项是5的话呢 就会得到5-D的平方 加上5的平方 再加上5加D的平方 它讲平方核等于83 OK 所以我已经把A解出来了 剩下D而已 我们在做那个完全平方公式 前平方减两个前程后 有20D 好 再加上后平方D平方 再加上25 再加上25 加上10D 再加上D平方 等于83 我们的10D跟-10D可以去掉 757575 252525等于75 75拉过去减了 这一边就会剩下两个D平方了 OK 83减去75 我们就会得到8 8除以2等于44开根号呢 就会得到D是等于正负2 对不对 正负2其实没什么差别 因为你正负2 基本上就对掉那个顺序罢了 反正那三个数呢 还是一样357 这个答案就出来了 你放负也是357 你放正也是357 所以只是说那个前后对掉 OK 所以这三个数呢 还是一样是357 就这样子 第六题求急速之河 这一边加敏用这个方法 我不会讲错 因为我们像刚才我讲的 我们如果我的目的是要找到答案的话 你这样子写其实可以 对吧 其实可以 对 像他的设法是怎样呢 他就想说 只是很奇怪 我们好像没有倒转的情况 就是K从18到9 好像有点怪 而且也不知道9到2 然后他到2 18到2 然后用A平方 -A-E的平方 但是你会发现到你的A 如果用18到2 你的17 你就不能带17了 你就变成两个两个跳了 对不对 所以他其实有一个 有一点的不合理性在那边了 因为你这样子设 虽然你讲两项两项来 但是那个数字 你变成18 你带17就不对了 因为他并没有正的17出现 OK 所以这一题 我也不建议你用复义的做法 因为有点复杂 你带复义的N字方 那个做法 好像也解不太出来 这一题其实你要看两项两项来 是没有错 你要 为什么要看两项两项来呢 因为他其实是平方差 平方差还记得吗 前平方减后平方 等于千加后成千减后 所以我把每一项的拆的话呢 他其实是18加17 乘上18-17 18-17是什么 18-17是1 对我就不写了 切下去呢 你就会发现到 他就是16加15 再乘上1 然后呢 14加13再乘上1 以此类推 说到底 他其实就是1加到18 对吧 所以这个其实 他其实就是要K 从1到18而已 他的做法是怎样呢 18N乘N加1 19啊 再乘以2 所以这个是9 9981 91 919加8 等于17 17的1 你的答案出来的哦 你是偷看后面的答案是吧 OK 所以 这么厉害 你该不会是一个一个按吧 按计算其实是按得出来的 对吧 18平方减17平方 你如果用心一点 按还是按得出来 对 OK 所以 这个正确的方法 应该是用这个做法 OK 平方差公司一套进去 全部是一层一层一层 他其实就是说到底就是 1加到18 你可以靠这个公式 或者你可以用那个等差数列吧 他就是 公差为E 然后呢 你A可以用10E 你可以用18 和D是负1 或者你也可以用A是E D是E 然后有总共18项 Anyway 就大概两个方法 再来看第17题 求数列 的通向公式 这边你可以看到 除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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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又会变成 增负增负增负 所以这个好像是等比 等比数列嘛 所以R是 负2分之1的意思咯 所以这一边你要看出来 他的A是20 他的R是等于负2分之1 所以我们用AN 我们用等比数列的AN的公式呢 他其实就是A乘上N减1 A 我手写一个口奖另外一个A乘上R的N减1次方 所以他是20乘上1-2分之1的N减1次方 所以这个他他要的答案是这样 对不对 这个就是他的中向公式 你也不需要再乘什么东西 展开还是这样 不用就这样子方 就可以了 只是列公式吧 第18题 有三个数 他们成等比数列 宜选也是卡这一题 你一看到三项 你就要注意有中向公式可以用 所以中向公式是什么 R加1四项等于 这个是等比中向 等比中向是这两个相乘 在开根号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 X-3乘上4X-2 再开根号 我们把根号呢 放去对面变成平方 OK 那就会比较快一点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是前平方加两个前称后 再加后平方 这个展开的话呢 得到4X平方 -4-12 -4-12 好像是-14X 这两个相乘 326 正的6 X平方拉过来得到3X平方 加2拉过去变成-16X 加1拉过去就变成加5 所以接下去呢 我们就要解除X来 怎么解呢 三五十五嘛 放负 再减1 就会得到16 所以我们的X呢 就会有 我这样卡了 我们的X就会有三分之一 或者 或者 R 5 OK 两个可能性 所以如果我放三分之一的话 这个数很不美 如果我放三分之一那个数字真的有少许的丑 我看一下他打还是会给两个 奇怪 只给一个 啊 有一个救命呢 三个整数 所以如果我放三分之一呢 他就不是整数 这一题 三分之一我们不用带了 还好 OK 带5就很容易吗 因为5-1 5-3是2 5加1是6 5是20 20-2呢 就会得到18 所以还是乘3乘3乘3 对不对 乘3乘3 啊 他的X是多少 我们就三个像加起来吗 18加2乘20 20再加6乘26 我的R是乘3嘛 这他就是3 我们要S下R S下R就是26加3 就等于29 OK 所以这题 原来不用带三分之一 我还在那里想 哇 带三分之一那个数目好丑啊 啊 OK 所以他有写这两个字整数 OK 所以三分之一不用带 第十九题 他要等比中向靠空式而已 三分之一乘五分之一 再开等号 放正负 所以是 呃 一般来讲 我们高中了 你要看到有分母有跟号的话 你要自动的去做那个有理化分母 所以分子跟分母乘跟号15的话 他就会得到15分子 跟号15 所以正负 正负写 写正负就可以了啦 你不用分开写了 所以他这答案呢 后面给的答案是这样 啊 正负的15分子 等号15 OK 当然他是一样的东西 啊 你是做法没有错 OK 只是最后呈现答案的时候呢 记得要换成 啊 有理化后的数字 好 再来看第二十题 穿插五个数 其实五个数很美的哈 之前我有讲过呢 如果你是穿插四个数啊 或者是穿插五个数啊 五个数啊 那也不行 穿插三个数就好 穿插五个数就不行 啊 没关系了 那我们唯有就这样子来看 所以穿插五个数 也就是说最后的就会变成A7 啊 这个方法也是 啊 这个方法就万能的 啊 那个如果是穿插三个 我们可以用等插中向来做 当然用这个做法是最好的 A7就是A乘8的六次方 如果把A带进来 就是负四分之一 负可以跃掉 4拉过去对面 然后开六次方根 算到16 诶是吗 我来看一下啊 他应该是 呃 4拉过去放分子吧 4除以256 ok 然后呢 开六次方根 开六次方根 应该是讲的 6 shift 这个 三次了 ok 所以应该是二分之一而已啊 我不晓得是什么问题 你好像是开了三次方根吧 还是你把4拉过去的时候 不是放在分子 放在了分子 好 我不晓得什么问题啦 说你跳了一些步骤 所以造成这里呢 呃 有点算错了 正确来讲应该是正负二分析 ok 开六次方根 如果你4是放在分子 啊 可能第一个问题你放到分子 呃 第二个问题可能就是开到 不是六次方根 你开到其他四次方根 然后三次方根还是这样 ok 所以正确来讲是二分之一 ok 呃 二分之一 所以这五个数 他要 这五个数是说啥 所以 负四分之一 乘二分之一 就是八分之一了 再乘二分之一 就是十六分之一 再乘二分之一 就是三十二分之一 对吧 然后再乘二分之一的话 就是 就是多少 啊 没让我想象 六十四分之一 再来就会是一百二十八分之一 当然你会看到他这里是负 这里是负 他为他第一个可能就是全部负 对不对 全部负 再不然他就是正负正负的一个情形 所以负 正负 正负 正 所以还有两个可能性 啊 还有两个可能性 呃 就是这个换句话就是第一个可以是正或者负 第三 第 第一个是个八分之一呢 可以正或者是负 但是这个十六分之一呢 就必须要是负 三十二这个呢 就可以正跟负 六十四个 一定要是负 然后呢 一二八的这个呢 可以正回复 可以大概是正在等情况 alright so 这样子 第二十一题 求极数之和 是一个做法 我们n平方沉进去 我们就有三n立方 啊 然后呢 后面这个是n平方 所以这个套公式的话 三次方 啊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 他不是从一开始啊 所以呢我们就要从一到十五 我们套公式的话就是十五成十五 十六除以二的平方 你好像写漏了平方 然后呢 这个是减掉一到四 所以是四 乘五除以二再加平方 n平方的这个哦 这整个呢 记得前面要乘一个三 哦 后面这个n平方呢 也是一样呢 他是从五到十五啊 所以他是十五乘十六乘十五乘二乘加一是三十一 再除以六 还要减哦 这个好像也是忘记减的 减掉去四乘以五乘以四二八加一是九 再除以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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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好像是漏血 但是你这里有减三十五 啊这个神奇 ok 我来看一下还有什么 这个是八 八乘十五的确是一二零 啊 然后呢 这里有血平方 五八四十八啊 对 然后呢 这个月减了之后呢 乘十 对 这个你月减三 这个你月减二 五八四十 四 一四 一二 一二四零对 这个月减三是二 这个月减二是二 五二十 十乘三三 那你好像是漏了血 但是你自己也不知道怎样 可能你写在纸 然后没有写在这边哦 所以他是还是对的 过后呢 计算出来 答案不对 答案不对 我看下是什么问题啊 我看下是打错还是怎样吧 可能是打错而已 我来看一下 一二零 一二零 平方减去十平方 如果没有计算机的话 的话我们可以用前加后 前减后的做法 如果这边既然有计算机 我们直接按这样子 再乘以三 再乘以三 再加上一二四零 再减掉去三十 我们就会有四四一一零 嗯 应该就是计算机按错了吧 我抄你的东西来打进去 算到四四一零 后面答案也是这个 ok so 你在看清楚的是什么问题 ok 再来看这一题啊 其实哈 我比较建议你尽量的从一开始 为什么 而且这个n加一二好像不太对吧 因为你放三啊 你讲说三二 老师三加二是等于五 没有错啊 但是你带四的时候呢 四加二 四等于六哦 不是七哦 所以它是加二加二的情形呢 它就一定是2n的 对啊 一定是2n 而且又来了 这个是k 这个是n 不可以这样子的 你要用k就k 你要用n 两个都放n 我用k啊 他应该是2k 放1的时候呢 他是2 所以还要加3 所以还应该是2k加3 不是k加3 2k 2k加3 不是加2 2k加3再取平方 然后呢 然后呢 k就可以从1开始的 1乘2 再加3 等于5 2乘2 4 4加3等于7 这个summation呢 就会从k是等于1开始 ok 然后 加到多少呢 加到多少 11吧 11乘2等于22 22加3等于25 所以k是去到11 你整个很神奇 你的11是对的 那你的下面是错了 哎 我不知道你是怎样来 好 所以这题应该是这样子了 好 那接下去要怎样处理呢 我们就要展开 前平方 4k平方 加两个前程后 224 43 12 对啊 12k 再加上后平方 339 所以从k等于1到11 整个 所以呢 4呢 我们要用k平方的公式 k平方公式呢 是11乘12 乘上11乘2是22 加1是23 再除以6 alright 然后呢12 要乘上 k的这个公式 11乘12 除以2 再加上9呢 直接乘一个11就可以了 alright 我们月减6等于2 我们月减2等于6 之后 你要抽供应数吗 可以抽11 帮助好像没有很大 我们直接来乘一下 4乘11 乘2乘23 加上6乘11 乘12 加上9乘11 99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291 291 291 ok 就这样 最后题23题 求这个极数 那极数它其实很已经很好清了 因为它后面已经给了你它的那个 那个规律是n加1乘上这个3n的平方 所以它已经给了你那个通向公式的话 我们 其实只需要把这个通向公式的n换成k 然后呢k就从1去到n 为什么它的3你要吃掉呢 还有它的平方你要吃掉呢 ok 所以我再写一遍哈 这个写法不是很对 你应该要写成k 从1 你放1的话你看啊 你在验状下1加1等于2 1的平方是1 1乘3还是3 你带2的时候224432 对吧2加1等于3 所以它其实已经帮你写好了的 当然你可以调整那个顺序 你可以把n3n平方写前来 然后呢再写上这个n乘1 然后呢这个是从去到n 哎我又写错了 啊这边应该是要换成k 来换成k 过后呢我们再把这个3k平方乘进去的话 我们就会有3k的立方 然后呢 呃3k的立方 加上这个3k的平方 呃 ok 所以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们套公式了 哎我们要套公式 这边我们可以套3乘上n乘n加1 乘2n加1 再除以6 再加上3乘n乘n加1 哎我套错公式了 这个是k平方的公式 sorry啊 注意一下我套错了 这个是后面的这个k平方的公式 呃这样我再调整一下这个应该是平方 平方 这个变成224 ok get到啊 那我可以越叫一个 我原谅一个3 哎我原谅一个32 ok 所以我可以抽公因数 这个你要整理啊 尽可能可以抽出来的就抽 像我可以抽一个2出来 我可以抽一个n出来 我还可以抽一个n加1出来 对不对 那我们前面呢就几乎抽完了 剩下2n加1 啊 剩下2n加1 后面的话呢我们就会剩下 3n乘3n加1 所以我们展开的话呢 是3n平 3n平方乘3n 除以2 因为抽了一个2出来 所以接下去我要怎样整理呢 呃 我们后面可以通分 然后呢 就会得到前面造超 n乘n加1 除以2 后面的话通分就会得到4n加2 所以我们有3n平方 4n加3n 4n加3n等于7n 再加上2 对吧 啊 这样子 然后呢再除以2 所以你把那个2啊 如果再把跟前面的2呢 乘完起来 它就会变成除以4 OK 那你再看清楚哦 326再加1是7 所以其实又可以再因式分解了吧 那就是3n加2 呃 乘上这个3n加1啊 所以它可以交叉成的因式分解把它拆掉 所以这一题哈 它写的是n乘n加1乘n加2 再写3n加1 再除以4 OK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最终的答案 是3n加2 是4n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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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n加2